今集玩具TV是第八季第九集 为了这个草朋友 我们今次是介绍这一集 刚刚说了今天比较大的Breaking News 就是Gundam Seed的续篇 就是这个Seed Eclipse的日式 机设来说我认为都可以 当然很多朋友一看到就说 难道新干线的新动画是和高达Clossover 亦有些朋友说 这部机子很像这个雷神 接下来有些朋友说 会不会是闪光之不孝子的续集 我觉得像那个 Anyway 也是那句 机体来说 我是接受的 以及它也是一部可变的MS 但是见到那些主角 比较年轻 看下去也没有军人的感觉 所以变成了究竟它想开哪些饭 就要看看如何搞下去 但是监督是否仍是福田 你问我 我现在才知道 我没有留意 如果监督是福田的话 算了吧 另外看看有什么新的材料 今天比较多玩具出的 是的 如果没有什么就看了 反正也开始入席了 有几万了 有7万9千 7万7千 好 稍后见 我这些声音还收住 是